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灵秋盆地位于山西省东北部 处在五台山 太行山 恒山 三大山脉 渔脉的交集之地 这个地方历史有求 早在新时期时代就有人类的活动 战国时期赵武陵王 胡福骑射政策 也让这个地区是声名鹊旗 除此之外 灵秋盆地这个地理单元 还集中了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 风俗传说 比如塔井三骑 玄鸟绕塔 白马刨拳等等 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流传的 谚语和传说里 都隐藏着古人对于 自然地理现象的认知和解读 那么我们今天探寻 就从灵秋盆地的一座古建筑开始 在灵秋一带 一直流传九景十八奥的故事 涵盖了当地各种奇观和奇特现象 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 便是塔井三骑 绝山寺 绝山寺就位于灵秋东南部 因为年代久远 信众众多 历来被认为是北方明差 而这里之所以声名远播 有人说因为群山环绕 景色宜人 也有人认为 是地处齐山秀水中特殊的地理位置 说起灵秋地狱的特殊性 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当时的赵国危机四伏 外敌滋扰不断 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第六任国君赵雍 颁布了胡福骑射的法令 胡福骑射的当中 良秋绝对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小戏小边跨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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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的时候 这就是它的出发地 就去创业流发 良秋这个地方 这是最便捷的一个地方 由于去掉了在服装和骑兵方面的不足之处 使得赵国迅速训练出了一支 战斗里空前的骑兵部队 揭开了五国古代战争史上 由车战时代 转变为骑战时代的重要一业 这一政策也在灵秋得以推广 在灵秋博物馆内 存有一方仿制的汉代烙马印 上面刻有灵秋骑马四个字 这枚铁制印章 是我国古代官方专门用来烙马的印章 专家推测 在古代 灵秋是一个专门训练军马的地方 在千百年间 这里陆续修建了绝山寺 白马寺等九座寺院 合称九井 由于自然环境的特殊 很多寺院的悬殖建筑的奇特 无不彰显古人的智慧 围绕灵秋各寺院的传说故事 在当地流传甚广 而在当地 最令人称道的 还是绝山寺的三大奇观 被称为塔景三奇 塔景三奇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究竟是哪三奇呢 在当地说法不一 我们知道 很多地方呢 有八景 十景之说 表明当地会发生一些奇幻的现象 成为这个地方的标志性的景观 有时候呢 也不排除个别景观有夸大成分和渲染色彩 但是灵秋的塔景三奇可不同 列出来的奇特点据说呢 都是古以有之 比如玄鸟绕塔 是说黑色的大鸟围绕塔身玄绕 还有塔景同高 也是真实存在的景观 说起来呢 这些都和塔有关 那么我们的考察就从塔开始 在我国许多地方 都能见到一种高高耸立的古代建筑物塔 而塔的出现地 大多是在寺庙中 塔在一些地方 还成为重要标志 而在灵秋自古流传的塔景三奇 就是围绕绝山寺古塔形成的三大奇观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组进入了绝山寺 眼前耸立的 就是传说中的那座古塔 塔身高耸 塔岩层底 在密岩之上 还点缀很多风毒 我们觉得一般寺庙 就很少会用龙凤这种元素 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只有火家寺院才可以用龙 咱们这是皇家寺院 火家寺院 那是哪朝哪代的皇帝在这里持建的 北魏时候 小文帝为了纪念他的母亲 在这地方修建的一座寺院 考察组了解到 绝山寺是一座皇家寺院 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 为谢母恩 下旨再次建造 北魏孝文帝为何要单独建个寺庙 来纪念母亲呢 考察组了解到 这与当时子贵母死的封建制度有关 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母后干政 母族强大而设立的制度 孝文帝拓跋红幼年时 就被立为太子 因这一制度 他的生母被赐死 孝文帝继位长大之后 到了该立太子的时候 这意味着 储君的生母也要被赐死 而孝文帝与太子的母亲 感情深厚 不忍看他死去 便去太后那里求情 结果被言辞拒绝 一位指点江山 对设计愁愁满志的帝王 却无法保护心爱之人 再想到自己的母亲 也是在这样的制度之下 早早离开了她 于是激愤之下 孝文帝就做出了为母行孝 吃剑佛寺的决定 这就是绝山寺建造的历史背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起来密密实实 这种风格的塔被称为密岩塔 密岩就是指这个野部没有戳户 没有蒙 然后紧挨着的一层一层 跟那个冲点似的一样的 向导告诉队员 眼前这个八角密岩塔 虽然塔身有十三层 但只有第一层有塔式 上面的十二层均为实心构造 古塔经历岁月与风雨的洗礼 塔身浮雕虽有残损 但毫不影响庄重与美感 砖雕精致 造型丰满 刀法流畅 令人赞叹 八边形的虚迷作 二龙细珠 门额雕 转角盘龙 上城斗拱 四层仰帘 承托塔身 密岩层叠 剑刺龙声 每船每凉 悬挂风夺 清风徐来 零音悦耳 再向上看 是一个八角船尖顶 上至塔叉 由天球 七层象轮 宝盖 养月 宝珠 叉杆等组成 设计精巧 气质微然 向导告诉队员 绝山寺古塔的各种细节都表明 这是辽带砖塔的典范 可史料记载 这座寺院建于北魏时期 古塔理应为同期产物 为何我们看到的食物 却具有后世的辽带风格呢 古刹之中建古塔 可以说是很常见的 为什么绝山寺这里的古塔 却是后建的呢 颇有戏剧性的是 上世纪初一次意外的偷盗事件 揭开了这个谜底 盗贼在绝山寺古塔的塔基 挖了个道洞 想看看塔内有什么奇珍异宝 顺着这个道洞的线索 有关专家发现这座塔的塔基部分 竟然是北魏时期的 这充分说明古塔与寺院的建造 是同一时期 只是后来佛塔被耸毁了 到了辽带 在北魏基础上 对塔身进行了重建 这就造成了绝山寺塔 拥有辽带塔身 北魏塔基的状况 而这个一塔双灵 正是塔井三旗的其中一旗 是什么造成了一塔双灵 查阅资料后 队员得知 绝山寺塔曾多次经历刀兵战乱 日渐破败 最后损毁青岛 辽带大安五年 郑国大王途经此处 发现了残破的庙宇 还朝后奏请皇帝 绝山寺才得以重修 砖塔得以重建 向导告诉我们 围维绕绝绝山寺古塔 还流传一种塔井同高的说法 塔有多高 井就有多深 这是塔井三旗中的第二旗 在古塔旁边有一座小亭子 亭中就是传说中与塔同高的那眼古井 一般情况下 有寺院就会有水井 但古塔与水井高度一致的说法 队员查遍资料也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所谓的塔井同高 会不会只是一种口口相传的传说 又该如何验证呢 考察组准备现场进行测试 首先要测量塔的高度 这可以借助无人机进行测量 用飞行数据作为参考 现在是一米一 15米了现在 还在往上拔 到塔尖差不多36 37 正对塔尖的位置 到塔叉最尖的地方是39米 对 还能往高再提一点点 提到这个壁雷针这 我们正对着塔叉最顶尖 现在上面显示的高度对应的是43米 应该是43.54米 它是封局部的可能是 一部一部 就等于是一层一层测 是吧 然后把这些数字叠加起来 对 算出了一个43.54 据说 古人测量塔高 可以用分段累加的方式 一层一层测量 然后叠加 塔身的密岩有13层 塔岩可以一层层测量 最后再与塔基塔叉的高度相加 最后得出的总和就是古塔的高度 接下来 考察组要对古井的深度进行测量 验证是否与塔的高度一致 向导告诉队员 过去寺庙里的生活用水就靠这口井 每次取水时要转动路路 把这个一端拴着绳子的水桶放入井中打水 于是队员决定按照原始的取水方式进行测量 绳子到头了 到头了是吧 到头了是吧 但是我们没听到那个水桶就是那个铺通一声 就是到水面的一个声音 也许咱们这个 就是绳子不够长是吗 还是说现在没有水了 现在水位下降的太厉害 就是可能是水位下降了是吗 然后现在绳子就不够长了 绳子这几年没用 那以前打水的时候也是 就所有的绳子全都要放下去才能打到水吗 对啊 也是哈 那就绳子大概好像得有二十几米吧 是吧 那就说得打到二十几米才能打到水 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水位下降 我们把绳子全部放下去了 还是没打到水 就是水是能打出来的 但是具体是多少米打上来的 这就不知道了 没测过是吧 没测过 那时候不需要 井绳全部放完 可水桶并没有接触到水面 难道水井已经干涸了 此时队员向井中投了一块石头 下面去传来咕咚一声 看来这井中还是有水的 此时向导向大家解释 现在寺庙里用的是自来水 这口古井呢 早已经弃之不用 或许是天长日久 井里的水位下降了 于是井绳的长度就不高了 看来啊 用古法测试水井深度还是不行 第二天呢 队员随同专家 带着测量用的专业设备 再次来到了绝山寺 这是一个万能表 然后就利用这个水 它的一个导电性 它去测量它这个井深 就一会根据表盘的变化 根据表盘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已经接触到水面了 接触到水面 然后我们就上来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它 具体是多少米 好的 然后把它放进去 对 把它放进去 继续放 就这里 就拉一点就感觉 离开那个水面 这边就归零了 因为同胞是已经接触了水 经过了几次尝试 队员发现 仪表盘发生了变化 此时 放下的绳子长度 大概有35米 专家告诉我们 这说明水面位置 在井口以下35米左右 但是水的深度是多少 井底位置在哪里 目前还无法判断 这时队员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借助水下摄像头 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钢签接触到井底时 通过对此时绳子的长度 进行测量 基本可以判断井身情况 好的 我们现在再试一下 对 经过几次尝试 最后得出了这样的数据 从井口到水面 大概35米 水深在10米左右 加在一起为45米 这就是井的深度 与我们测量的塔的高度43米 相差2米左右 专家说 因为水位会有变化 而且在水下环境 绳子不会呈现垂直状态 肯定存在误差 虽然最终结果不够精确 但塔的高度 井的深度相差不大 测量结果令人诧异 古塔高度和古井深度 还真的相差无几 近乎同高 有人说啊 这个塔井同高不仅属实 而且还有一个说法 叫塔井三旗 这个和前面提到的 塔井三旗不同 这里的旗呢是整旗的旗 据说是塔井三者一边旗的意思 那这就奇怪了 我们看到了寺院里呢 有一座古塔 一高古井 哪里还有第三个 与之同高的呢 这时啊 向导说了 还真有 是另一座塔 原来在绝山寺有两座塔 密岩塔位于绝山寺内 被当地人称为大塔 而在绝山寺外西南角的平顶山上 还有一座小塔 在绝山寺下 队员目测 这座小塔并不高 怎么会被认为与大塔同高呢 向导告诉队员 这个平顶山 在当地被叫做凤凰台 队员来到台子上 发现这座小塔仅有几米高 根本构不成所谓的塔井三旗 此时 一位路过的村民告诉我们 在当地流传这样一种说法 凤凰台上小浮屠 塔井三旗不迷路 小塔就是小浮屠 之所以在过去能够有止路的功能 是因为建在高处 这给了队员一些启示 所谓的塔井同高 会不会指的是小塔高度 加上凤凰台这个基座的高度呢 于是考察组分别测量凤凰台的海拔高度 以及山上小塔的高度 这个山的高度加上这个小浮屠的高度 刚才我们测了一下是42米 42米对 然后我们测的那个密岩塔的高度呢 是43米 跟它基本上是 这边小浮屠也是42米 对 就是我们如果是 不是那么太精确的这个要求 他们可以说是三旗 对对对 三者近乎同高 可以排除巧合可能 那么 为什么古人要打造塔井三旗的古四旗关 向导说 这或许与古代的计算单位有关 过去流传的说法是塔高13丈 井深13丈 古人他原来他的计算的方式都是用尺跟丈 他原来也是估算的是13丈 对说他们都是13丈 可能古人他没有那么精确 对对对对 所以这边可能是差一点点到13丈 那边是13丈的零一点点 所以就说他们就都是13丈 说他们是平齐的 就是塔井三旗 对对 其实按照现在比较精确的测量数据 密岩塔的高度 古井的深度 小塔加凤凰台的高度 三者并不一致 但在古人的测量中 都是近似十三丈 于是才有了塔井同高的说法 那么为何孝文帝会选择在深山之中 建造绝山寺 群山环绕的地理位置 有暗藏哪些玄机呢 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啊 杜源得知这样一个情况 在明天起年间 灵丘这里啊 发生了七级地震 当时的灵丘县城在海岩中 那城墙和关崖民社纷纷倒塌 房屋倾倒不计其数 绝山寺呢 距离镇中大约有二十千米左右 房屋呢也有倾倒的情况 甚至凤凰台上的小塔都有破损 但位于寺内的辽带密岩塔 却窥然不动 未损分毫 有人说啊 这得益于绝山寺藏风俱气的地形 所以可以避灾驱患 逢凶化吉 在古代勘语学上 有一种藏风俱气的说法 形容的是一种大的地理环境 背有高山围靠 前有小山低幅 左右两侧护山相左 最好周边还有驱水环抱 而绝山寺是否建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呢 通过航拍我们发现 绝山寺坐落于群山之中 层鸾叠障 呈现莲花之势 整座寺院背山面水 周围珠峰挺拔 比架山 老虎间 赤儿牙 凤凰台 山峰连绵一太万千 山下唐河迎回喷珠见玉 于山光水色间 形成了巧夺天宫的人文景观 谈到聚气之地 专家告诉队 不仅是指阳光充足 空气流通的地方 还要外有屏障 内有秋鹤 说起来 不仅绝山寺具备这些条件 放眼灵秋所处的地理环境 也是这种所谓的风水宝地 整体这一块这个 奥陶系的灰野 在临丘东南部 这个奥陶系的灰野的话 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的 它没有大型的断裂构造通过 专家介绍 灵秋盆地位于大同盆地边缘 气候植被各有特点 从古至今 这里在历史文化上 都遗留诸多盛景 而以绝山寺为代表的当地建筑 凸显的风格特点 艺术水准 则充分体现了 古人对于山水的深刻理解 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髓 走访至此 塔井三旗还有一个旗官有待揭秘 那就是玄鸟绕塔 那么玄鸟到底是什么 为何要绕塔而飞 我们将这一根溯源继续探寻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太行山 绝山寺就在这个位置 恰好位于古代的关道上 这里交通便捷 同时位置隐蔽 周围群山环绕 山下流水潺潺 这处峡谷就是 连通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水汽通道 在这儿呢 来自华北的潮湿气流进入沟谷 会遇到高大的微山阻挡 形成降雨 我们知道一般在降雨之前啊 气压气流会有变化 我们来猜测一下啊 在当地呢有一种黑色的鸟 感知到了这种变化 于是在聚气的古塔周围盘旋 伴着月耳的塔颜铃声绕塔飞行 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 玄鸟绕塔奇观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那么事实到底怎样呢 玄鸟又是什么物种呢 我们下期节目将继续探访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